这里边我们要谈一个跟现实 非常结合紧密的问题 叫做守门人的问题 守门人的重要性 韩非子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叫狗猛酒酸 说有一个人呢 他有一个酿酒的秘方 能酿得好酒 于是他开了一个酒店 本来以为啊 酒也好 店也好 人的态度也好 肯定能赚大钱 没有想到 这个酒啊都割酸了 都割馊了 也没人买 店家不明白啊 就问一个邻居长者 说大爷你说 我这么好的酒 他咋就没人买呢 长者就教育这个人 说不是你家酒的问题 它是你家狗的问题 你家养了一头猛犬 一头凶猛的狗 他整天蹲到门口 老人孩子父女儿童 大家来买酒 这狗就呲牙 吓得没人敢进店买酒 于是你的酒就酸了 这个现象就叫狗猛酒酸 进一步 韩非子就告诫我们 做事情也是这样 如果有那些心术不正 好勇斗狠 性格粗暴 忌贤度能的人 他们把住了 这个进出的通道 堵塞了团队的闲路 那那些人人志士 青年才俊 就没有机会参加队伍 没有机会进入我们的事业 所以这种 看门的猛犬 就会给我们造成 巨大的灾难 因此用现代管理眼光看 我们提醒大家 人力资源领域的人 特别是副主席 安排憨厚的实用 心地善良 性格比较朴实 这样的人来做守门人 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安排